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产品就是一款可以随时随地的为肌肤补水保湿 让我们的肌肤持久凝润的润肤喷雾 大家可能会好奇我们的爱多美润肤喷雾和普通的补水喷雾有什么区别呢 那最明显的就是两者的成分和功效不同 普通的喷雾能做到的就是基本的补水的效果 而爱多美润肤喷雾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采用了三种可以提高有效成分保湿功效的技术 在补水的基础上还添加了浓厚的乳霜成分 是一款融入了面霜的乳霜喷雾 同时呢它含有山羊奶提取物 在使用过程当中可以迅速的为我们的肌肤提供充足的水分和营养 来强化我们的皮肤屏障 在保护皮肤的同时还能够打造健康的肌肤 由内而外给皮肤贴心呵护 首先在这里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款爱多美润肤喷雾所采用的三种高科技护理方法 它们分别是微乳状配方 类皮肤屏障聚合物 以及内外双重保湿效果 微乳状配方是通过在纸质体当中添加高含量的乳油 增强乳霜喷雾当中的营养成分含量的方法 在我们的乳霜纸质体当中含有稳定的乳油成分 可以大大的增强活性营养成分的功效 类皮肤屏障聚合物 我们的喷雾采用了与我们的皮肤 灵脂双分子层结构相似的高分子 能够使营养成分不受阻碍的快速渗入到我们的皮肤深层 有助于皮肤对活性成分的吸收 最后就是内外双重保湿功效了 我们的喷雾采用了与天然保湿因子结构相类似的高分子 这样可以加固我们的皮肤脂质的构造 减少肌肤的水分蒸发量 就像是我们的肌肤增加了一层健康屏障 在我们的肌肤内部和外部都进行了保留水分的护理 双管齐下增强皮肤的水润感 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润肤喷雾的成分 我们从外观上来看 大家看这瓶润肤喷雾像什么呢 奶 奶 没错 那么它里面含有什么呢 就是山羊奶提取物 那大家都知道山羊奶被誉为贵族美激盛品 在我国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过记载 羊乳利皮肤 明目润泽 而在古代欧洲皇室贵族的护肤历史当中 这个山羊奶护肤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据说这个埃及艳后就非常喜欢羊奶浴 并且坚持每天涂抹新鲜的羊奶膏 因此才能够保持青春和美丽 因为这个山羊奶提取物作为低刺激性的优质营养成分 可以维持我们皮肤的一个健康状态 有助于防止水分蒸发 维持皮肤的一个内部水分 形成皮肤的保护膜 软化我们皮肤的肌理 强化肌肤屏障 而这款艾多美润肤喷物 除了富含山羊奶提取物质外 还含有神经鲜安NP 这种物质是我们皮肤角质层的核心成分 使用后就像是在我们的皮肤上 张开了一把小伞 有助于防护水分的蒸发 维持肌肤的内部水分 除此之外 这款润肤喷物还含有我们熟悉的玻尿酸 它卓越的水分吸收能力 可以快速的帮我们的皮肤补充水分 同时里面还添加了液脉人体取物 海带籍取物 都是天然的保湿原料 能够提供充足的营养 软化皮肤的肌理 在使我们皮肤变得更加的水润光滑的同时 起到舒缓保湿的作用 保护我们的皮肤 免受外界环境的损伤 可以说是同时拥有了肌肤营养 肌肤保湿 舒缓肌肤 以及强化屏障 这四大功效了 这款润肤喷物的配方 也是真的值得点赞的贴心 非常的温和 在添加的这些成分当中 菜鸡叶提取物 集血草提取物 还有无花果提取物 以及里长叶提取物 燕麦人提取物 这些都是舒缓肌肤的配方 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肌肤压力 带来的不适 强化肌肤的屏障 之前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 我们的爱多美润肤喷物当中 含有面霜成分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面霜的保湿效果是很强的 但是如果你在夏天使用的话 就会显得粘腻和厚重 但是爱多美的润肤喷物 采用了微乳状配方 将富有营养成分的保湿滋润的乳霜 变成了均匀细效的粒子 与我们的喷雾粒子相结合 打造协同的效果 向大家一起来展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乳霜喷雾呢 是非常的细腻成雾状的乳白色 在使用的时候不需要涂抹 直接喷洒在我们的皮肤上就可以使用了 这样能够更加细致的为我们的皮肤提供水分 并且迅速的吸收 赋予肌肤由内而外的水润感 在肌肤上形成一层温和的乳霜保湿膜 也不用担心在使用过程当中会有粘腻感 在高效保湿的同时也可以清爽护肤了 好啦说了这么多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爱多美润肤喷物的外形包装 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这种非常精致 小巧的喷雾式的包装 平时的话可以把它放在包包里 非常的轻巧和便携 随时随地都可以戴在身上 能够方便快捷的为我们的肌肤补充水分和营养 像是我们每天出门上班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在包里 也不用平平罐罐带一大堆 随时随地都可以为我们的肌肤补充营养和水分啦 那保护肌肤免受外界温差和环境的影响 而且它还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即使是我们要乘坐飞机出远门 也可以便携地带到我们的飞机上 因为它是100毫升的 真的是十分方便了 对于使用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我们在使用爱多美人夫喷雾的时候 一定要在闭眼的状态下 将喷雾与面部保持20-30厘米的距离 就像这样 将我们的喷雾均匀地喷踩在面部以后 这样可以更好的吸收 而且啊这款喷雾在化妆的时候 以及补妆的时候 或者是作为身体喷雾 都是非常可以的 那化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粉扑或者是其他的化妆工具上 喷洒我们的爱多美人夫喷雾之后 再使用气垫轻轻按压在我们的脸上 让我们的妆容更加的贴合 使皮肤展现出来水润的光泽 而在我们妆容斑驳的时候 需要补妆的时候 只需要在需要补妆的部位 使用我们的润肤喷雾之后 再进行补妆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可以让妆容更加的干净和整洁 非常的精致 也不会产生浮粉和起皮的现象了 最后呢就是作为身体喷雾 一般洗完澡之后 我们的皮肤就比较容易干燥和缺水 这个时候使用我们的爱多美润肤喷雾 浸洒在身体的各个地方 可以作为我们身体迅速补水的一种方式 也可以打造全身水润的肌肤了 好啦 本期的爱秀时间就到这里啦 希望大家能够在爱多美的产品帮助下 快速智能地打造紧致水润的理想肌肤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